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平平用四种物体测量书皮的长 这是平平的测量结果 你们发现了吗 用不同物体测得的个数都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四种物体 我们发现这四种物体的单位长度都不一样 测得的结果当然不同了 这样测得的结果我们也无法做比较 那如果我们想比较它们之间的个数 又应该怎么办呢 是的 我们应该选择同等长度的测量单位 对物体进行测量 也就是选用同一种物体 同学们 今天老师又把这四种物体给大家带来了 如果让你从这四种物体中选择一种物体作为测量工具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想一想为什么 让我们来听听 平平是怎么想的 我选择小立方体 因为小立方体每一边都相等 摆的时候不用考虑怎么放的问题 平平是从拼摆难度方面考虑的 她认为小立方体的每一个面都一样 这样拼摆起来就容易多了 那安安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小木柜长 摆起来少 节省时间 安安是从拼摆速度方面考虑的 她认为选择一个长的测量工具 可以提高测量的速度 这也是我们上节课讲过的内容 还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们应该根据被测物体的长度 来选择测量工具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考虑 测量工具的长度就可以了呢 如果从长短考虑 长的物体用长的测量工具 确实会快很多 但是小棒不老实 总是动 也不容易摆直 不是最好的选择 平平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不但要考虑被测物体的长度 我们还要考虑 测量工具的其他特点 例如小棒和长橡皮 如果拿它们之间对比 它们的长度差不多 拼摆起来 速度也不会差很多 但是长橡皮要比小棒拼摆容易多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让长橡皮作为测量工具呢 如果从准确性考虑 小立方体容易固定 误差还小是不错的选择 安安安这回考虑的就更全面了 同学们请看 一个小立方体 比一块长橡皮要小得多 当测量到最后 不够一个测量单位时 它占的就小 相对测量就准确 综合同学们的考虑 小立方体就是我们今天的测量工具了 同学们测量工具选好了 我们就拿小立方体和桌子的长比一比 把你的预测结果填写在记录单上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测量方法 我们在测量的时候 首先要找到被测物体的起点和终点 把我们选择好的小立方体 一个一个的摆好 手尾相连摆成一条直线 同学们测量方法复习了 下面就用我们选择好的小立方体 来测量一下桌子的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测量结束了 请你谈一谈测量后的感受吧 这样摆一个画一个太慢了 同学们你们同意平平的想法吗 是的 小立方体的优点是因为它小 站的少测量相对准确 小立方体的缺点也是因为它小 一个一个的摆起来太慢了 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 我们要是有好多这样的小立方体就好了 把它们摆在一起之后一数就可以了 安安说的方法很好 但是大家想没想过 我们这次是测量桌子的长 如果下次我们测量一个更长的物体 是不是需要准备很多的小立方体 测量到最后我们计数的时候 小立方体越多越容易出错 那同学们 我们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既可以解决速度的问题 还不能影响准确性 同学们快来挑战一下自己吧 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们可以把一个变成一组 这个方法很好 那我们把多少个组成一组更好呢 我觉得十个一组整十数相加更好算 还不容易出错 同学们 我们把十个小立方体组成一个小立方柱 这个方法很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立方柱 需要的材料有 剪刀 小立方体 胶带 同学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下面就和老师一起做一个小立方柱吧 下面我们就来做小立方柱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小立方体 剪刀 胶带 笔 记录单 有些小立方体是可以拼插的 直接把十个插在一起就可以了 不可以直接拼插的 我们可以用胶带给它粘贴在一起 同学们 在粘贴的时候 注意把面与面对好 一个一个的紧挨着 不要有缝隙 粘贴成直线 明天第二段 中文字幕提供 小离方柱就做好了 小离方柱做好了 那我们用小离方柱应该怎么预测 又如何测量呢 同学们来看看老师 是怎么做的吧 请同学们观察小离方柱 和桌子的长度 预测一下 把预测的结果填写在记录单上 老师的预测结果是三组 也就是十个一组 记作三十个 我们对测量工具进行了改进 从一个变成了一组 我们改进后的测量工具是否好用 还要在我们的测量中去验证 无论是一个小离方体 还是改进后的一组小离方柱 测量的方法是一样的 确定起点和组一组一组一组的首尾相变 按直线测量 如果到两组的时候 桌子的长度还没有测完 剩下的部分又不够一组 就用零散的小离方体 一个一个的补到终点就可以了 老师测量的长度是二十九个多一些 记作二十九加 为了测量的准确 要测量三次 做好记录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点 我们记录的结果是个数 一组小离方体 在测量计数时是十个 猪面的长度 用小离方柱就测量完了 同学们 你们学会了吗 同学们 视频看完了 请你拿出做好的小离方柱 把预测结果填写在记录单上吧 同学们 在你们测量之前 老师还要提示大家一点 无论是一个还是一组 我们在测量的时候 都要先找到备测物体的起点 一组一组 首尾相连排成一条直线 测量到最后 不够一组的时候 用单个的小离方体 补齐就可以了 最后把你们的测量的测量结果填写在记录单上 同学们 同学们 用你们做好的小离方柱来测量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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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测量结束了 同学们请看 这是同学的测量结果 我们发现 用我们改良后的测量工具 测得的结果更加接近 更加准确 同学们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你有什么收获呢 老师我知道了 我们都用一种物体测量 测量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还学会了改进测量工具 把一种测量工具 组成一组 来测量物体 越小的物体 结果越准确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习了 用相同的物体来测量 改良了测量工具 又快又准地测得了结果 那同学们 今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之后 用我们做好的小立方柱 去测量一下 你家里物体的长 如果物体比较长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更长的测量工具 这个更长的测量工具 有多少个组成比较好呢 或者你有更好的方法 小立方柱是好用 但是携带很不方便 是不是小立方柱 就可以测量我们家里所有的物体了呢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下节课要研究的内容 同学们请做好 做一个测量纸袋学习准备 学习材料有 剪刀 胶棒 小立方体 方格纸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再见